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or,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的话题,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台南道路的故事 好的,在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台南的大雪路 这条路虽然知名度不算是很高,不过如果你是搭火车来台南的话 你应该很有机会接触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就是从台南的火车后站一路延伸 虽然它长度不是很长,但是你从后站出来你一定会走到这条路 因为后站另外一条路叫做前锋路 前锋路大概除了租摩托车以外是没什么好讲的 那么大雪路上面毕竟它叫做大雪路 所以它以前是成功大雪的一部分 后来才慢慢变成公众道路 所以大雪路上面保有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成功大雪的石柱,这个算是石匾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这个在台湾其他的道路我还没看过类似的这种建筑物留在这个道路上面 好的,那我们今天延续这个大雪路的话题 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把大雪路算是给讲完了 我们进来讲讲大雪路周边的两条路 一条是胜利路,一条叫做育乐街 首先这两条路都是跟大雪路垂直相接的 你从火车站这个方向过去 首先会接到育乐街 然后再接到这所谓的胜利路 那育乐街这边顾名思义它叫做育乐 所以它这个育乐性是很多的 当年我们在旁边读高中的时候 常常去育乐街那边流连忘返 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玩乐 总是充满了我们许多年轻的回忆 至于胜利路 其实胜利路这条路它相当的长 它只是刚好在这边跟大雪路相交而已 而且这一代也比较热闹一些 其实胜利路的路总长可能是大雪路 我这样子初顾一下可能是五六倍左右 那么我们先来讲讲胜利路好了 因为胜利路我比较了解的还是跟大雪路这一代相交的这一代 其他另外一代胜利路另外一头基本上是成功大学医院 那边我比较陌生我比较少去了 那么在成大医院的另外一口镜头是在所谓的东门城圆环 各位老讲台南有好几个圆环 其中有一个叫东门城圆环有一个叫东门圆环 东门城圆环跟东门圆环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胜利路在大雪路交叉口这边算是我觉得最热闹的地方 这边有一间很有名的早餐店叫做胜利早点 我们去买早餐的时候常常都是大排长龙 你说胜利早点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 坦白讲我真的没有太大的印象 因为我这个人的早餐我一向是吃西式的早餐 中式的早餐我比较少吃 因为我在吃像馒头像烧饼 我这个人比较容易胃食到逆流 所以这种中式的餐点我很少再吃 我顶多吃个包子而已 但是论包子来讲台南也有蛮多专门卖包子的店 所以我一般很少去买这种传统早餐店的早餐 所以胜利早餐我只能说他的生意还算不错了 至于有什么好推荐 对不起这边我真的没办法跟各位做什么推荐 在胜利早点的旁边有一间 现在各位去看这间规模相当大 三层楼的建筑在边间叫做老秋百货 老秋百货是我们当年在采买日用品的好帮手 他本来只是一个街边的档口而已 小小的但是里面东西非常非常多 生意也相当的不错 所以他慢慢慢慢扩建 扩建从现在是边间 这个相当的气派 这个东西也越来越多 再这样搞下去 我觉得他会变成那种五金大卖场 那么还有在这一代还有一些有趣的店 比方说在生意路靠近台南一中的门口这边 还有一间旧书店 这个规模也是相当的大 其实旧书店对我这种穷人来讲 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毕竟我们买书买不起新书 真的新书太贵 当然我这个人也没在读书了 我所谓的新书主要就是汽车杂志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汽车 一本新的汽车杂志 可能你要买个一两百块钱 但是中古的汽车杂志 只要大概四五十块钱 所以对这种旧书店我也很喜欢逛 不过不得不说了 这几年汽车杂志也算是四围 所以这几年你要去旧书店买到汽车杂志的机会 也不是很高 那我主要是里面找什么呢 找一些当年的跟汽车有关的一些书籍 或者是一些道路照片的集成那种图册 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车子 如果价格还不错 就买回家慢慢去翻了 那这一间旧书店的规模相当大 它的门面没有很大 但是它是在地下室 那个走进去真的是这个豁然开朗 这个复兴术食部豁然开朗跟投降机一样 这间旧书店我个人也蛮推荐 价格我觉得也算是公道了 也算是还不错了 最重要是因为它在地下室 所以这个环境保证是非常安静的 你可以在那边慢慢的看书 不会受到旁边的路上的汽车 往来来来去去这些吵杂声给打扰了 这是这间旧书店 那么至于在这边各位想说 那你刚刚讲的都是用的 还有看的 吃的东西除了圣役早点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多的是 这个圣役路靠近大学路这一带 连同整个娱乐街几乎都是吃的 像我们以前这边最有名的 有一间店叫做米食主义 当然现在各位去看已经美了 米食主义它标榜就是它是以饭为主 它炒饭超级大碗的 以前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每天晚上都要来这边吃一碗 特大号的炒饭 吃的是非常的开心 可惜这间店 俗又大碗的这间店 已经结束了十多年了 这是我们当年的一个回忆 另外再往一中的门口再去走 还有一间是Subway Subway其实当年在台南并不是很多 尤其是这间店 因为它旁边有一堆这种平价的热食可以选择 Subway相对于学生来说 价位是比较高一些 而且它的份量是比较少一些 因为Subway我们知道还有分什么 6吋跟12吋的这种前厅宝 可是这间Subway反而是屹立不摇 因为在它附近的这些热食店 不管是卖面的 卖饭的 卖小火锅 其实更迭的速度蛮快 但这些Subway始终是屹立不摇 这点真的让我很佩服 因为我在第一次去吃Subway 可能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东西的确是蛮营养蛮健康的 可是份量真的是不够 像我一定要吃两个12吋的 我才会饱 当然我现在年纪有了 现在我如果去吃Subway 可能一个12吋就会饱 但是它的消费相对比较贵 而且我也实在是不太习惯 为什么那种前厅宝还要配多利多姿 我实在是不太懂 这种美式的饮食方法的奥妙在哪里 所以这些Subway 以它的这种价位 还有这种饮食的方式 可以在这边撑那么久 我觉得算是相当的厉害 也可以说了 Subway在圣异路这一代的饮食商圈来讲 它算是蛮有特色的 因为其实你现在去看圣异路这一部分 你说真的要找到有特色的东西 还真的是不大多了 比较有特色可能还是在娱乐街里面 像我记得以前你圣异路过了 这个动异路路口之后 那边还有几间蛮有特色的黑轮店 蛮有名的 有一间叫做成大黑轮博 我们叫做欧连北 以前全城市集的时候 黑轮博旁边还有一个叫做许家黑轮 这两间店把关东族这种黑轮的饮食 算是带到一个巅峰 因为它算是有个规模群聚效应 当然这两间店的规模差很多了 许记那间店的规模小小了 那成大黑轮博它算是双拼的店面 每次都人生鼎沸 而且东西很便宜 不只是黑轮便宜 它里面的大碗肉燥饭也很便宜 而且口感非常的适合年轻人 像我们现在一把年纪 如果再让我去吃到肉燥饭 我觉得可能是不大健康 可是当时年轻在发育的时候 很喜欢这种肉燥饭的味道 然后再配它的酱汁什么的 吃起来非常的过瘾 如果说你觉得成大黑轮博的味道比较重 隔壁的许记黑轮 它口味算是走得比较清淡一些了 不过这两间店 我看也都收了好几年了 现在你过去 基本上圣利路过了东陵路之后 其实选择吃的东西并不是非常的多 那边感觉起来比较宁静 比较文教区一些的 像我记得以前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那边还有一间严肃鸡摊 也是相当的不错 声音也是相当的好 现在去看那间严肃鸡摊也都美了 等于说圣利路这条路 在我们这样子看起来 是算是没落的 所以你真的要选择 城大这附近好吃的东西 还是要回到什么地方 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跟各位一直提到的 娱乐街 接着我们就来跟各位 继续聊聊娱乐街这条路 你去看网络上的地图也好 纸本的地图 现在纸本地图到底买得到 我也不知道 你去看地图 娱乐街这条路歪歪去去的 它基本上是呈现一个L型的造型 很奇特 甚至它还有另外一段延伸段 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娱乐街会讲这副德性 我也不大清楚 但是娱乐街真的是一个美食的种地 这边光是炒饭的选择 多到真的是让你一个月都吃不完 这边的炒饭的店很有特色 就是说它可以免费加饭 当然了 现在因为景气的关系 已经有很多店加饭是要加钱 但是以前它就标榜说饮料 浓汤一定是喝到饱的 加饭不用钱 而且是加一次不用钱 以前我记得你要加几次都可以 我们以前真的有一间店是这个样子 后来好像被大家吃倒了 另外这边还有一间面店 它标榜是什么 只要你穿的是学校的制服 就送你一盘豆干 而且它加面好像5块钱 就可以加一大坨面 但是我当时虽然食量很大 不过我去的几率不高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吃饭 我比较少吃面 它面的口味我觉得也OK 没有到特别的怎么样 让我有特别的印象 特别的就是 反正我们只要穿制服过去 我们就可以受到一盘豆干的招待 而且那豆干不是只有一片 好像是三片豆干 所以我们当时有同学 真的是天天吃那一间面店 相当的有意思 那这间面店现在还在不在 我真的是不是很确定 除了这个炒饭店 还有这间可以招待豆干的店以外 娱乐街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 它的自助餐选择很丰富 不过各位现在你去看 这个自助餐基本上已经美了 基本上只剩下 我这样看看应该只剩下一间 还是两间 应该只剩下一间而已 当年它全城时期 自助餐总共有三间规模很大 一间叫加南地 一间叫可口 一间叫好香味 这三间都是物美价 就是夹一道菜 大概五块十块 然后低消是三十块钱 你就可以白饭 饮料还有炒面 还有汤 喝到饱吃到饱 我们当时在高中的时候 因为还在发育 然后也没什么钱 所以都是去夹低消 就是煮菜肉不要夹 然后拼命去吃它的炒饭 拼命去吃它的这些饮料 浓汤什么的 老板也很大方 也知道我们在发育 所以他也没有说 你们这些学生把我们吃倒 没有 老板都很客气 这三间店让我印象都相当的深刻 不过可能是因为景气循环的关系 这三间店陆陆续续都收起来 现在你去那边看 那边剩下的自助餐店 可能只剩下一间叫做亚卫 亚卫他简哥讲起来也不算自助餐 他比较像是便当店 不过他的整体消费来讲 还算是由我们当年物美价廉的印象 所以这间店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值得推荐给大家 那其他你说 预乐街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店呢 坦白说 预乐街在这一头 就是比较靠城大这一头 主要都是吃主食 如果你喜欢吃点心的话 这边倒是推荐 预乐街我们刚刚讲预乐街是L型的 他有另外一头是比较靠近东宁路那一头的 那段L段的那一段 以前我们在读高中的时候 那边有间早餐店很有特色 那间早餐店是卖饭的 我刚刚跟各位讲 我这个人比较少吃面 我比较喜欢吃饭 所以早餐我也尽可能去买饭来吃 但是各位了解 其实你在台湾 你早餐要吃到饭 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当然也没有说到很难 你可能要去找一些青州小菜店 那这间店他就是标榜他早餐是卖饭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跟同学都喜欢去买这间店 因为这间店的肉燥饭非常的好吃 它的油葱头卤得非常的香 非常的下饭 然后它的肉燥看起来是肥肉 但是没有很油腻 而且价格很便宜 我们当时都是这样子 买一个肉燥饭再配个味噌汤 早餐以我们高中生来讲 一个大碗肉燥饭再配个味噌汤 够用了 很够用了 应该算很够吃了 那么这间店我们以前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们班有同学 他喜欢喝味噌汤 可是不喜欢豆腐 有时他真的点到什么 没有豆腐的味噌汤 他就跟老板娘讲 我要一个味噌汤不要豆腐 老板娘说好 于是我们就有人就很无聊 就挑战说我要一个肉燥饭不要肉燥 老板娘也说好 果然他拿到就是一个 有米辣话叫叫鹅鹅 就是有加卤汁的一个白饭加卤汁 就这个样子 后来我们就有人更无聊 不然我们去玩玩看 跟他点一个味噌汤不要卫生 然后被老板娘骂 当然不是骂 老板娘就跟我们开玩笑 老板娘很亲切 后来我上大学了之后 我偶尔还会回去那边吃 甚至我都有想说 老板娘这个手艺真的是不错 不知道有没有传人 等到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一天那间店忽然收起来了 也不知道这对老夫老妻去哪里 希望他们应该是去享受 他们的退休的生活 这间店收起来之后 经过了几番更迭 现在我们节目录制当下 那边在卖一个香鸡排 阿亮香鸡排 这些香鸡排其实口味也不错 偶尔有时候我嘴馋的时候 也有去买一下香鸡排来打打牙剂 价格也算是公道 那他的炸了手法 裹了面衣 我觉得是蛮有特色的 这间店各位有机会 也可以去尝一尝试一试 口味真的是蛮不错的 好的 那我们刚刚跟各位讲到现在 这预热街讲的都是吃的嘛 那之前不是我讲这预热街 也是玩乐的东西吗 我不得不说 玩乐这个项目在预热街这边 真的是已经没落 以前我们在读高中的时候 预热街真的是 哎呀乐无穷 它不只有这么多便宜美味好吃的东西 还有什么 还有网咖 各位你现在还看得到 哪里有网咖吗 其实我还蛮惊讶了 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手机这么横行 手游这么横行的年代 竟然在都市里面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网咖 我实在是 我坦白讲 我真的是不太清楚 为什么现在这个年头 还有人愿意上网咖 现在那个电脑这么便宜 那这个各种这种 娱乐声光效果的东西也不贵 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泡网咖 我是不太清楚 不过在当年 泡网咖算是一个很流行的东西 因为当时呢 这个游戏产业刚刚兴起 我记得那个时候叫做什么 CS Counter Strike 各位如果你听过CS的话 你一定跟我一样有年纪 我们那时候呢 班上有一群同学 就是整天下课之后 就组队去打CS 然后呢 这边对战 CS就是那种即时的战略游戏 不是战略游戏 这个射击游戏 然后呢 他们常常讲什么 这些当时的术语 但是呢 其实坦白说 这种东西算是两面阵 你在打这个游戏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 你会很过瘾 而且呢 你会沉迷下去 因为它不像 当时为什么CS会这么流行呢 因为呢 那在此前的一些这种即时对战的游戏呢 都是你跟电脑去对战啊 那你跟这个AI去对战 那其实当时的AI智慧没有很高啊 可是CS呢 他让你真人直接去对战 因为那个时候的网路呢 开始从波接进入到宽屏的那个世代啊 所以呢 网路的速度比较提升起来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进行比较多流量的这种网路的交流啊 那CS他出来的时候标榜就是说 你对战的人可能是你旁边的人 也可能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但是呢 这个相对就很有弹性 而且又是这个团队活动啊什么的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 你基本上打不腻啊 我可以这么讲 基本上你很容易沉入在那边 我们当时班上有几个同学啊 以前成绩还不错 但这种CS出来之后 整年去泡这个网咖啊 这个成绩是一落千丈 那我自己是铭记在心的 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所以我也不是说完全没去过那个网咖啦 我曾经去过的网咖干什么 去上网 因为网咖的速度 他当时已经宽屏了 可是宽屏那个东西呢 在当时的这个家用市场来讲 还算是很贵的东西 播接上网 我是已经忘了 以前我们用电话线 播接上网一个月到了多少钱 但是我记得 宽屏大概是两三倍的价格 当然他的速度是比较快 可是在那个年代 你说你上网要那么快干什么 其实不需要的 那个时候的网页空间都很小 所以你要开什么网站 平常你要做什么文书处理呢 一般的播接软体已经够了 一般播接上网已经够了 你是不需要花这种钱 去用这种宽屏上网 所以有一次我就无聊 我就去用了一下宽屏 这个上网速度还真的是很快 然后很好笑的是什么 旁边枪领带 这些声音当中 我在那边悠哉悠哉的用 这个internet explorer在上网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 那我印象中 以前娱乐街全城时期 其实网咖至少有三间规模很大的 现在好像只剩下一间 而且规模也不断的缩小 至于为什么这个网咖 到现在还有它的生存空间呢 坦白讲我真的是不大清楚 因为我这个人很少在泡网咖 我相信这个东西 这样毅历的二十几年 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 至于它有什么魅力 这个可能就要有待高人来指点指点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面容 跟大家聊一聊大雪路周边的这两块区域 就是胜利路跟娱乐街上面 有趣的店以及有趣的会议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勾起大家是不是年轻时候 这些有趣的美食 有趣的网咖的会议呢 好的 以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